哈囉 各位觀眾大家好 大家好 那我們這部影片呢 就是來打這個超舊級喔 狂圖 好 那這是第一次打 那我們就邊打邊看這關長什麼樣子 那這關是靈界關專用 然後反傷反板塊 然後弱點傷害9倍基本上就是貫通會比較有力啊 那集中弱點會使弱點移動 所以應該就是盡量碰越多敵人 然後戳到弱點 應該是這樣 好 我們來試看看吧 考慮來個四處喔 1 2 3 球球 喔 了解 所以他會先從上面那個角色 然後移動到那個 右邊有那個雷射護罩 那個弗雷雅 然後 我現在帶的角色呢 是 第二隻是這次的合作角 蔚藍玫瑰 加黃金萊恩 那這個是甘露 甘露就是去年的角色 去年的角色 去年一個蠻大獎的角色 去年的神絲大獎 那沒意外甘露就是市政啦 就可以把你的甘露久違的拿來做使用 因為甘露這關還有開弱點嗎 那我的直覺告訴我是 這個這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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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的直覺 喔喔喔喔 不是喔 喔 好可惡 錯了 直覺錯了 所以就是先從上面 中間 然後 左下 應該是這樣 會復活嗎 感覺需要一點速度耶 所以玫瑰是超速度的 這邊蠻需要速度的 這邊蠻需要速度的 啊 抽不死啦 我這邊加擊是 我是樹皮雙膠 戰 戰擊超慘 戰擊 然後 足擊 雙膠 加擊夠的話應該就夠了 不過我這邊加擊沒有吃滿 那索羅門是可以帶啦 但是他的攻擊力沒有 不會比較高 還是帶水屬會比較好 像帕克之類的 然後就是記得帶貫通啦 弱點在 喔原來下面那隻的弱點不會轉移吧 這樣打 然後轉移嗎 然後再轉移 類似這樣打 然後友情也是稍微有點傷害 好 這邊就直接脫喔 OKOK 好 當救過 第三人 應該下一關就網關了 這種合作超級優勢應該都是這樣 嗯 對 就是 就是攻六關 好 那這邊其實可以開 甘露喔 因為甘露的SS在這關非常的霸道 因為他是開弱點 所以他就沒有什麼弱點移動的問題 有點像26率的感覺 就直接開弱點 超霸道的 OK 看一下這遺言是什麼 遺言是 喔 遺言是叫 再叫一雙鞋子跟叫弗雷亞 那我們這邊應該 這樣就夠了 GO OK 好 這樣就給你下一關 那等一下呢 我們應該也沒有機會開到索羅門了 那我們這邊應該就把他當自強化拿來開了 有種未開死衣的感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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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超弱點嗎 有超弱點嗎 喔 抽到一下 nice 那玫瑰這邊因為我的目標 會撞到弗雷亞 所以 欸 我們可以來check他是不是範圍割合 我們來試看看好了 我們來試看看 我們來試看看 我們撞 恩 撞鞋子好了 鞋子應該可以確定觸發到那個 重力範圍 我們check一下他是不是範圍割合 因為我蠻好奇的 是欸 是範圍 範圍45%欸 哇 他蠻強的欸 他範圍45%蠻強的 他範圍45%蠻強的 好 那我們這邊直接開甘露 喔 喔 甘露還沒好 開個帕克 轉萬一 好 那我們這邊最後再開甘露喔 那這關應該就差不多結束了 go 再拖一下 再拖一下 nice 好 那麼以上呢 就是狂圖的影片喔 那整理流程就是這樣 就是要注意一下弱點移動 那角色部分蠻推薦帶甘露的 甘露蠻強的 然後像如果你是甘露坑啊 你抽到蔚藍玫瑰 你也可以疊狂圖 那這關的掉落方式就是 你也可以帶 你就直接在轉變回家打就好 他一定是出六星 一定是出六星 的這個狂圖阿 好 那麼以上呢 就是這部影片 謝謝大家 掰掰